请来看圣经 启示录十四章 请看启示录十四章第五节 启示录十四章 我们请看第五节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我们在这一次的圣经真理的 这个专题的分享的系统里面 我们用启示录十四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 那么来从得救的十四万四千人 来看一看 这些得救的人 那么在圣经当中 我们天上的真神 为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 属灵上的一个灵性的追求的方向 还有他们所达到的成果 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来看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也是不是在我们的灵修生活当中 能够朝着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追求 所以在十四章的第一节提到 这些得救的选民 那他们的额头上 都有神盖印 有羔羊的印 那么有天上真神的名字 都写在他们的额头上 表示我们的神 以他们立约承认 这些是我的子民 那么第二节 我们看到这些属神的子民 他们都有进入天国 得到神基业的凭据 就是他们都领受了圣灵 那甚至到了第三节 他们在这个宝座面前 他们都能够唱新歌 那我们有提到这个新歌 就是十五章的第三节里面 所提到的羔羊的歌 就是得到了耶稣基督的 十字架救赎的恩典 因为耶稣基督 他成全了救赎的恩典 他们也唱摩西之歌 那么摩西之歌是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 经过了红海之后 他们所唱的诗歌 所以埃及人预表着 世上的外邦人 那法老所预表的 就是世上的君王 也可以讲灵界里面的撒旦 那这些人 他们都被神所毁灭 所以这个摩西之歌 所谈到的 就是神 他在全世界所执行的审判 那么一个基督徒 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 那么他就能够在审判的时候 那么高唱胜利的凯歌 所以我们接着从十四章的第四节 我们可以看到圣经 记载这些得救的选民 那么他们有四大特质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四个部分 就是第五节当中 我们现在来分享 那么从圣经里面 我们来谈论第四个 他们得救的特质是什么呢 第五节说 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 那这个谎言 如果我们去看他的原文 就是谎言 或者另外一个不同的形容词 叫欺骗的话 在他们的嘴巴里面 他们所讲述出来的话 没有欺骗 没有诡诈 没有隐瞒事实 那我们要先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小弟今天下午就分成三个部分 三个重点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跟思考 那么第一个重点 我们要谈的 因为我们教会曾经有领会者 那么在我们的讲台上 他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说 善意的谎言 是圣经神所应许的 我不晓得大家 对这样子的讲法 有没有认同 那就开始引经据点 我先来驳斥 这样子的讲法是异端 是不对的 谁没有讲过谎话 看过一个预言的故事 他说这个人类的世界里面 在举办说谎言比赛 那么裁判要来审核 到底哪一个人 所讲的谎话最大 那么当时经过评审之后 所得到的冠军 只有一句话 这个人上台 他这样说 他说我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讲过谎话 他就下台了 这个人冠军 因为这个是最大的谎言 我们在座包括小弟在内 谁没有说过谎话 谁没有说过欺骗的话 我想在我们摸着我们的良心 我们对神在陈述的时候 我们大概没有人敢向神说 我没有说过谎话 那有些人说 是谎话我说过 但是我讲的谎话 是不会伤害人的谎话 我讲的谎话 还导致安慰人的 比如说 当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 这一位信徒他得到了癌症 他的生命即将走进终结 那我们为了要让他有求生的益助 跟期待当中的一个生存的盼望 虽然我们知道说他已经走入生命的末期 但是我们往往站在一个安慰的角度 我们会跟他讲说 没有关系 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来出院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大概就可以出院了 好好安心养病 我们会帮助你祷告 没什么大事 对啦 是安慰他 让他不要丧失 这个生存的这个意志 那我们是后半段没有讲 等你出院的时候 就是为你办伤礼 这一句话没有讲而已 那这样子的讲法 对不对呢 好不好呢 如果我们用一个圣经 公正神的真理的角度来讲 他是谎言 因为他是非事实 那我们说我是安慰他 我也不是说用谎言 为自己涂抹什么样的福利 或者造成别人什么样的损失 没有啊 所以白红是可以讲的 那我倒是认为说 如果是小弟 万一真的得到了癌症 那么生命进入了这个尾期 因为我不晓得 神会用什么方式迎接 或者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不过我有强调 那个方式并不是很重要 那如果我真的得到了癌症 神用这种方式 要到我回天家的时候 我告诉我的家人说 诚实跟我讲 要诚实跟我讲 你剩下两个月 你剩下三个月 你得到的是什么癌 已经进入末期了 为什么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家人 对家人一个吩咐 我说两个理由 第一个 赶快认罪悔改 如果我有什么过错 我要赶快思想 然后我谦卑的可以跪在神的面前 告诉神说 我错了 可能以前我心太硬的神 我现在错了 认罪悔改 这个是绝对正确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 将来我们回到天上 我们是可以从神的手中 来领受天上的奖赏 那我们不妨趁着有限诸年 虽然没有几个月 我们赶快做圣工啊 那也许大家会问 那就感情 都在变成了 那是要做什么信仰 带导啊 教会圣工的带导 弟兄姐妹生活当中 患难困苦的带导 福音工作的带导 带导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啊 这个圣经里面 都有经文 我们可以去做翻阅 可以去做查考 那我有做圣工 将来我回到的天上荣耀的家 那我能够从神那里 多得到天上荣耀的赏赐 那为什么我要放弃这个机会呢 因为我们信仰宗喜的目标 就是什么 那就是进入死亡嘛 那就是进入永生的天国嘛 所以我早上有讲 我们是用生命 化生活的曲线哦 用神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去珍惜世界上 我们能得到的 也许我修道的博士 我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 也许我是创立了一个企业 我的资产是800亿台币 或者800亿美金的企业 我是董事长 那也许我是很伟大的文学家 等等很出名的 但是你将来回到神面前的时候 你不是拿 神啊我把博士协位呈现在你面前 这个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我们的神不要这些 不是说我是某某公书的董事长 我把这个成就 我呈现给你 我带给你的礼物 我们的神不要这些 我们的神是看我们做工的果效 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习了树上的老苦 然后我们为神做工的果效 我们的神他会纪念 那以此来成为我们天上 能够得到荣耀 奖赏的一个依据啊 所以趁着圣灵还没有结束 多做一些圣工 好啊 但是我们有一些领会人 领会人脸他说 你查考这一本圣经 你会发现 我们这一本圣经啊 很多古圣徒啊 他们都讲谎话 讲了谎话之后呢 我们的神不但没有追究 我们的神还是福气给他们哦 他就开始讲了 比如说 我们电脑要跟我同步作为一下了 好 因为这个是带过去 我们大家了解就好 比如说亚伯拉罕讲谎话 那么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三节 亚伯拉罕因为碰到七方 那么下到埃及的时候 那么他告诉埃及 法老王说 这个是我妹妹 本来是他的太太 他说这个是我妹妹 因为他说 哇这个太太长得这么漂亮 一说他是我太太 那我的命就完蛋了 所以你要跟 我们就跟埃及的法老王说 你是我妹妹啊 那你再看到这个十七节 我们的神 十七节 我们的神为 为什么 为亚伯拉罕说这个谎话 你看神为他出面 神降灾祸给法老王 因为法老王要主染 傻辣 所以我们的神不允许降灾祸 他没有追究亚伯拉罕讲谎话 造成的这个不好的结果 环导我们的神是出面帮他摆平问题 再来亚伯拉罕第二次讲谎话 什么时候讲 在创数据二十章第二节跟第三节 亚伯拉罕又跑到了费力士人居住的基拉尔 碰到了亚比米勒王 他也告诉亚比米勒王说 你看 你看 这个不是我太太 这个是我妹妹 他长得太漂亮又怕他生命遭受损失 所以你看第三节 你看神也是保护他 也因为他讲谎话 说了非事实 然后就对亚伯拉罕下手吗 显然圣经记载是没有吗 甚至神还骂这个亚比米勒王说什么 你死人的 那白人的脑你是看不出来吗 你看很讽视的话圣经就这么记载 再来不单单是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讲谎话 再来 收生婆也讲谎话 在揣集记第一章的十九节跟二十节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人口增多 人口增多之后 法老王认为说 这个民主对我们没有帮助 环岛会变成是一种危害 所以让他们做苦工 而且对希伯来妇人的收生婆 我们根本就没有接生啊 那你看二十节 我们的神怎么样 后代收生婆 让他的后代祖孙强盛啊 为他成立家室啊 就是赏赐福气在他的家庭里面 这不是说白菜 说白菜怎么办 善意的嘛 因为要保存以色列民族嘛 所以在一个崇高的 崇高的目的的需要之下 那这个温柔性的善意的谎言 是可以说的啦 再来 你看圣经里面的喇合 耶稣亚记第二章 我们看第四节跟第五节 电脑说一下 他们要进入迦南地 耶稣亚派了两个探子 去探耶利哥城 当时妓女喇合 接待了这两个探子 把他藏在家里面 那耶利哥王听到了之后 就去找喇合啊 那喇合怎么讲 他说啊 有啦 有来啦 但是从那里走啦 就在他家里面 从那里走啦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啦 那耶利哥王就派追兵去追啦 那后来这个喇合 在希伯来书11章的31节 你看圣经把它记录 是信心伟人 伟人榜里面其中的一位哦 希伯来书11章31节 我们的神没有责备他 还导把救恩赏赐给他 对不对 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 他们就没有办法探听到 耶利哥城的情报啊 那战争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就是不利啊 那讲谎话 善意的谎言啊 白谎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然后领会的人员还说 神真的也是指导人讲谎话 那他从哪段经文去讲呢 从撒末尔记上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神叫撒末尔去耶稀的家 高丽他的儿子来当王 那撒末尔他告诉耶和华真神说 那我会被扫罗王追杀 我命不薄啊 我命不薄啊 第一节到第五节 你要全部去看 那我们的神怎么告诉 这个撒末尔献书呢 第二节 我们的神说 你就说我要去献祭啊 你怎么要讲说 我要去高约西的儿子来当王 目的是要去高约西的儿子大卫为王 但是你不讲俗话 就是说没有啦 人家要来献祭啦 要来献祭 献祭的时候 顺着高约西的儿子就好了 那不是神公开教人 可以讲善意的谎言吗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本圣经我们的神 一直讲说 祂是一个成熟的神 祂是一个公义的神 那这样子的真理 我们还信得下去吗 这个神圣经所讲的属性 还能够存在吗 对不起 欢华跟谎言 请你不要混为一谈 神教导的是欢华 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欢华 而不是讲谎言 所以当沙默去到这一座城书的时候 他是献祭的 只是他借这个机会 请了耶稀来类席参加赐祭物 然后就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 他高立了大卫为以色列 以色列人的王 第二任的王 所以教的是方法 不是教导谎言 那讲这么多 他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善意的谎言 是可以说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真的是异端 为什么我要说他是异端 也许大家听过 也许大家没有听过 我不知道 我们要从圣经的这个时空背景来谈 当我们在做解经的时候 如果时空背景错乱了 那很可能 虽然有圣经根据 那可是我们讲的是灰生理 我们可以 我现在开始去导证它 如果我们看这个 挪马书第五章的十三节 你会看到一段话 这句话是什么 我们的神透过保罗讲 没有律法以前 罪已经在这个世界 但是当神没有律法的教导 虽然我们现在认定他是罪 我们的神说没有罪 因为我们有做律法的教导 举一个例子来讲 亚当夏娃之后 谁跟谁结婚呢 谁跟谁结婚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结婚 这个是乱伦的行为 怎么可以这样呢 那你看圣经里面 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沙拉 他们是夫妻关系 但是另外一个是 同父异母的兄妹 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所以他们也是有伦理的关系存在 这个在创数记 十二章 十二章的十九节 十二章的十九节 或者十八节 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在创数记的这个二十章 二十章里面 二十章里面的这个 第六 第五 第五节 第五节 对不起 十二节 创数记二十章的十二节 圣经记载 这个沙拉是亚伯拉罕 同父异母的妹妹 可是当时我们的神 并没有律法禁止 说近亲不可结婚 环岛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 二十六节 我们看到神的主意是怎么样 是从一本造出万主的人 所以当时是兄弟姐妹结婚 那是时空背景的关系 那现在如果兄弟姐妹结婚 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乱文大事 不要说我们基督徒 连非基督徒他们也认定 这个是不可行的 那如果你在看到这个 摩西他的父母 他的爸爸叫安南 他的妈妈叫约基别 他们是夫妻 那除了在事上 他们是夫妻的关系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记载说 那么摩西他的父母亲 事实上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的关系是 侄儿娶姑妈来当太太 我去带我阿姑来做 那如果这种事件 在这个世代里面发生 我们会觉得说 那真的是不可思议 因为这是一种乱伦的行为 是不可以的 事实上他们还有这样子的关系存在 那后来我们的神 摄立法改变了 在立位记十八章 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那么在旷野当中 从立位记十八章的第六节以下 你就可以看到看到什么 我们的神说 好 我开始在立法 敬亲的下题 不可露出来 就是敬主里面有亲密的两性行为 就是不可结婚 从第六节以下 一直写到十八节 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我们从这个语言的教导的角度 我们来看 从一个时空的背景之中 这个一个延续的过程 我们来看他 我们的神在创述的时候 在语言上 他没有做什么教导 没有他的话语的出现 告诉我们说 谎话可以讲 七边的话不可以讲 什么他都没有讲 那后来你看圣经整个时空的背景 比如说你到了这个诗篇里面 陆陆续续 到了诗篇就比较清楚了 比较清楚记载说 那个诡诈的舌头 我们请作业一下 诗篇十二篇 第二节第三节 你就可以看到 圣经里面我们的神 开始透过他的仆人 来讲述这个语言当中的教导 第三节二节三节 你看 这种说耶和法必要减除 开始在我们语言舌头上 有神律法的出现 我们再可以看三十九章第一节 三十四章十二节 诗篇三十四章 十二节跟十三节 我们神说 要享受长寿 对不起 舌头要境界好 不要乱讲话 再打一下三十九篇第一节 大卫他说 我在神面前 我在二人面前 我这个嘴巴要说好 有关于语言上 有关于我们的舌头上的教导 然后逐渐就产生了 五十二篇一节到五节 五十二篇一节到五节 那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都是跟语言相关性的 一个神的教导 他慢慢开始出现 那到了这个真言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 其中一个例子 太多了 我们打真言十二章二十二节 真言十二章二十二节 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新闻 我们的神讲 讲什么 讲说说谎话的嘴怎么样 我非常恨恶 开始出来 你嘴巴不讲实话 那我非常恨恶这种行为 我不喜悦 那一直进入到新约的时代 我已经跳过很多的时空背景 因为语言的教导 陆陆续续在每一个时代 我们的神 都会透过他的先知 去讲述 去做教导 那到了新约的时代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在这个 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三十七节 我们的神讲什么 耶稣说 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如果多说是什么 那个人就是魔鬼 多说出来的 不必要的灰色主的话 那就是什么 那是出于魔鬼 开始跟恶 已经连结在一起 所以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魔鬼是一切 说谎之人的父亲 这个是耶稣对犹太人讲的话 那这个耶稣的时代 一过之后 再来是使徒的时代 如果你再看雅各书五章十二节 我是特别标示一些经文 就是说 在整个时间的主轴的延续过程当中 我们的神他的律法是不断的说 说从不完全 然后教导 一直说到你要完全 在言语上 我们的神 透过雅各长老他说 好那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现在把话跟审判去做连结了 跟审判做连结 说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那到最后圣经 最完美的教导是什么 请打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 清楚讲到八种罪 要进入第二次的硫磺的火符里面 他是没有得救盼望的 哪八种罪 最后一项是什么 一切说谎话的 从没有律法到 律法不完整书中的 用时间渐进的 有顺序的慢慢的教导 那教导到最后 神要说说变成一个完全人 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他把语言加进来 他说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混就叫硫磺的火符里面 就是下地狱了 没有得救的机会跟盼望 我们再打二十二章十五节 被撇弃在圣城耶路撒冷城外的 有什么人 讲到这一些 那还有一个叫 并一切喜好说谎话 编造虚谎的 就是谎言 欺骗的话 这个是被神排除 排除他们是在圣城的外面 没有得救的机会跟盼望 所以在时空背景当中 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这一本圣经 我们的神是不认同 我们讲谎话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篇 看到所看到的这个 启示录十四章的第五节 那么我们的神 他说进入神的国 神国的选民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就是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 那这个查 这个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查我去看他的原文就是说 试验 检查 观察 都找不到他们有谎言 哇这个是一个很高标准的一个灵修 他们嘴巴里面 经过了神的试验 经过了神的检视 经过了神用心的观察 都没有办法发现 他们有谎言产生出来 没有讲欺骗的话 灵修到最后 就是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阶段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我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神对一个进入神国度的选民 在条件上的要求是高标准的 不是低标准的 这个高标准用语言来当成是一个代表 然后告诉我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 我讲第二个 在这本圣经 我们的神 他要求我们 要求我们讲说 你们要做完全人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四十八节 这一节经文 圣经 耶稣 耶稣这样说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 完全一样 像你们的天父 完全一样 我们要做完全人 那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人呢 我们现在要跟 我们现在要跟语言来做连结 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 在雅各书第三章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节到第二节 再打到第二节 第二节 圣经 我们神说 如果有人在原理上没有过书 那他就是完全人 完全人 小时候 在这个国小 那么 学校的老师 刚开始在主导我们 写作文的时候 那么大家通常都会问 都会碰到一个很通俗的 作文的题目 叫我的志愿 我的志愿 我们念国小都曾经写过 那这个 这个 连这个时间一转 经过了 这个五六十年之后 我现在也在想 奇怪当时写这个 我的志愿到底 我是写什么志愿 这个 没有办法十分肯定 那当时呢 我们 我们现 以现代人的角度跟眼光 来思考 我们现代人在写志愿的时候 都是 大立志 我立志当 当律师 当律师 我立志要当一个企业的老板 要当大官 甚至也说 我立志要成为总统 我 住向都非常远大 非常的高大 但是我们这本圣经 偏偏有一个当王的人 他在立志的时候 他讲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是立这种事项的 我们前电脑做一下 诗篇十七篇第三节 我们要看的这个人叫大卫王 你看大卫王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说我要立志 他说我要立志 立什么志 口中没有果实 做一个王 这立志不是开疆拓图 让我国度领土板城 我们幻为越大 大卫他在立志的时候 他没有提到说 要让我这个国家达到一个什么样辉煌的程度 贵为一国的君王 但是他的立志不是消灭敌人 版图扩大 经济繁荣 国家强盛 不是啊 他说我很谦卑的 我立什么事 神啊 我希望我的嘴巴没有犯罪 没有过书 我不会用嘴巴来犯罪 这个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很难得啊 真的非常难得 所以我们的神说 如果一个人他的口中所讲出来的话 没有过书 那他就是完全人啊 那甚至呢 我们的神啊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语言跟审判做连结 在雅各书五章十二节就提到 那耶稣基督来书上传讲福音真理讯息的时候 他也曾经讲过 讲过我要用你嘴巴的语言来审判你哦 我们请电脑做一下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这是耶稣基督来书上传讲 天国福音讯息的时候 他亲口说的 语言跟审判是连结的 将来审判的时候 是照你口中的话 来审判你哦 定你有罪也定你为义 如果大家有机会 可以到这个 我们西区这个大安西县最里面 那边有一间教会叫永安教会 那永安教会再进去 现在的名称叫大安西导所 那以前呢 他的名字叫什么 叫大象的鼻子 叫相比教会 那现在他已经 那现在他已经 这个改名 叫大安西导所 比较深山的地方 那就听我们的老传道 在神学院跟我们上课的时候 他说以前啊 永安 这个相比教会 有两个青年 他们都在山上工作 也热心聚会 也帮助教会的胜功 那他们去山上工作都是 采这个野菇啦 或者是野生的这个灵芝啦 这个单价都非常高啊 在当时啊 所以他们相约 然后就去寻找 那他们好不容易 翻山越岭 看到了这个野生的灵芝啊 牛章芝啊 哇这个是 我们大家知道这是很贵啊 都是算钱啊 一钱就几千块钱 这样子的价值性啊 发现一朵野生的牛章芝 就在那个 那个悬崖 旁 悬崖 长出来的一棵树 牛章树的那个树上 所以他们就要去摘 但是它是在悬崖上 这样长出来的一棵树 所以它有它的危险性啊 所以一个 站在这个什么 站在这个山 山坡上面啊 绑神主 那另外一个呢 用神主绑着 坠到这一棵树上 要去踩那一棵这个 牛章芝啊 野生的 哇 这个踩到的话不得了 问题是 他们沿路走路的时候 他们会聊天 会讲话 那讲什么话呢 这个神学院上课的传道 老前辈说 讲 云词妄语 色情的话 黄色的笑话 讲到两个人 开怀大笑 那这个人性里面真的 现在开黄腔 在这个社会来讲 影射性的黄腔 直接的黄腔 太平常啊 那也常常我们也会 有时候可能也会加入在里面 也许说不定啊 那这样子的话 就失去了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哦 你可以看 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五章 第三节 第四节 你可以当参考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电脑投影幕 所以第三节说 欢和乎圣主的体统 这个体统 他的原文叫身份 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是神选民的身份 是天国知名的身份 那在语言上 我们的神 就是说 你多讲感谢的话 那淫辞妄语细效的话 不要讲 那连提都不要提 那你才符合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啊 那他们讲啊 那讲到 发现了这一朵这个牛丧猪的时候 那他们要抓 要去踩啊 那很可惜的是什么 是绳子断裂 那绳子一断裂 不知道为什么绳子就断裂掉了 那这个要去踩牛丧猪的这位 这位B弟兄 那他就跌到 当时这个数据是 我们的老传道讲的 我们有亲自现场去赶过 他说最少是80公尺了 我想说哇天啊 80公尺是几层楼高啊 一层楼大概三公尺啊 三公尺到3.6公尺 看建筑商的规划设计嘛 那80公尺 哇 几乎是二十几层楼的高度啊 这一摔下去还有命吗 所以按上这个弟兄 哇 很着急啊 糟糕啦 我的同伴摔到80公尺的深坑 这一摔下大概没命啦 所以他就赶快 一边哭一边喊 那就跑到这个悬崖下 要去看他这一位 这位B弟兄 那可是这个A弟兄 一到这个悬崖下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幕意象 什么意象 那个B弟兄 两只手好像我们在抓单杠一样 就这样 掉在半空中 但是看不到那一只 那一只棍子 就掉在半空中 然后有个天使 拿棍子正在鞭打他 然后就隐正这段经文 告诉他 你已经进入审的审判里面 因为我们刚刚读过的 马太福音十二章 三十六节跟三十七节 审判的时候 照你所说的话 句句都要供出来 定你有罪也定你唯一 那这个B弟兄 在那个地方 一直向神认罪悔改 说我不敢了 我下次绝对不敢了 我不会这样子的 那这个意象才消失掉 那个弟兄才跌到地上 还好生命得到保存 不过听说身体受到 相当大的损伤 这个是以前相比教会 曾经有过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从这里 我讲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 我们的神期待 我们是一个完全人 像天父完全一样 那么从语言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神说 那语言如果没有过书 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人 那这个完全人 这个完全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去看他的言文 我查考到的就是说 符合最高标准的成熟 是道德上发展完全的人 我再讲一次 符合最高标准的成熟 是道德上发展完全的人 那这个叫完全人 这是第二个部分 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 十四章的第五节 最后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讲的是什么 这一句话讲的是说 口中查不出谎言来 因为一切说谎话的就是 进入第二处的死亡 硫磺的火符里面 那语言上没有过书 他就是完全人 而且神要照语言 要来审判我们 所以当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的时候 那接着 启示录十四章第五节 最后最新话讲说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就是完全人 他们是在最高标准的成熟当中 他们的道德是完全的 那这个是讲到一个人 他整个灵性上 他完全无任何可挑递之处 那这个瑕疵 你去看他的言文叫做 没有污点可以指责 他的言文是这样 找不到污点 你能过去说 你看他那里有污点 他那里有污点 那那里有污点 找不到 那换句话说 他就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的圣经 我现在进入到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 我们的神用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角度 然后他希望我们一个 能够进入神国度的选民 要追求圣洁 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我们请电脑做一下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最后说 如果没有圣洁的话 没有人能够见到神 得救就是要圣洁 那圣洁才能够见到天上的神 而我们的神 对我们所要求的圣洁 以我们今天的话叫做全方位的圣洁 我们再请电脑做一下 我们请打这个 贴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贴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你看这段经文 保罗他说 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怎么样 希望我们能够完全无可主折 那完全无可主折 就是灵魂体 这内书教会对一个人的认诸 从圣经 它是三元论 不是二元论 是有灵 有魂 有体 那这个灵 他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梁诸道德的功能性 是领悟力 理解力 分析力 判断力 他讲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性 这个是灵的功能性 那这个魂呢 魂只有两个功能性 那么第一个 动物只有魂跟体 那人呢 是灵魂体 那我们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 是在传道书第三章二十节 在传道书第三章的二十节 一直到二十一节 当时我们的神 他问 他问说 谁能够知道人的灵会往上升 瘦的魂是下入地呢 二十节是讲到 体都是从尘土而出的 但是人的灵是往上升 那瘦的魂是下入地 就是瘦没有灵 那魂只有两种功能性 那两种功能性 第一个 他有生存的基本能力 所以动物会吃 但是动物没有办法分辨 好吃 不好吃 新鲜 不新鲜 所以我们吃出的 青饭 青菜 炒生的 平和滴 滴 就这样 平和狗 狗就这样 他只要吃就好了 他没有分辨能力 判断能力 没有 车子来的 他会躲闪 为什么 因为他有生命基本生存的能力 这是魂的第一个功能性 魂的第二个功能性是什么 第二个功能性就是传承后代的功能性 所以透过神的创造 那世上的万物 他们都有传承的能力 那你可以在马路上就可以公开看到 动物他们就是现场交配 没有所谓的道德 没有所谓的良知 都只要把下一代传承下来 那他是没有良知道德的 叫传承的能力 那我们人也有传承的能力 但是我们有灵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不符合神 他创造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规范 所以我们夫妻之间的婚姻生活 是不会曝光的 因为那个是两人之间隐秘的事 如果曝光变成是这个风化问题 变成是一个不符合社会礼仪规范 跟神所创造的这样子的一个道德 所以我们是全方位的圣洁 不是说哪一件事情才要圣洁 哪一件事情不要圣洁 那讲到这边 因为我负担过嘉义教会 嘉义教会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我们嘉义教会有一位高长老 那这个高长老他很喜欢饲养一些小动物 比如说鸽子 比如说这个狗 那他都很有兴趣去饲养它 那有一次他家里面的狼犬 生了四五株的小狼犬 这个我有一点印象 所以我曾经到过这个高长老的家 很小 哇看到这个小狼犬 真的很可爱很漂亮 很想要啊 他说你不会养啊 小朋友你不会养啊 养大一点再给你啊 抱着都不肯放开啊 那他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 当属是黑松汽水的栏部总经销 姓业 那有一天到他家 看到哇这些小狼犬很漂亮 就开口跟高长老讲说 各位各位送我一只好吗 四五只你送我一只 哇高长老很为难啊 送你哦 好啦好啦 一样我们大家都在做生意 交情这么好 送一只是怎么 那后来高长老就送给他 好了好了 你都已经开口了 我就送给你一只小狼犬 但是我告诉你 我送给你这只小狼犬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都讲说 我们人是神定我们所居住的疆界 比如说我们要出生在哪一个世代 我们要出生在哪一个国家 我们要出生在哪一个家庭 我们是男是女 我们这个脸 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这个外貌的形象 这个都是神命定的 是神安排我们所住的将界 那既然这个狼犬 我们天上的神 他安排就出生在我的家庭里面 老夜我跟你讲 我是真耶稣教会的家庭 所以我交代你一件事 祭拜过的东西 不要给这只狗吃 可以吗 这个叶先生是外邦人 他说这是什么规定 为了要这只人钱 好啦好啦 摆过不要吃啦 好啦好啦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是出生在真耶稣教会的家庭 我们所说一本圣经的道理 我们是分别为圣的 当时是这样讲 高长老他来传道房 找我谈起这件事 我那时候我这样都说了 没有详细结束 分别啊分别啊 我这是性格的啦 你借败不要给收就对了 那这个叶先生 把这个狼犬带回家 饲养他 培养感情 养到相当大 真的不用祭拜的终于给他输 但是因为他是黑松公司南区的总经销 所以他呢 这个常常有一些这个宴客的场合 尤其是庙在建教的时候 庙里面偶像过生日拜拜的时候 哇饮料他送了好几卡车啊 所以他都会去这些委员 打打招呼啦 但是有时候就坐下来吃啊 那有一次有一间庙 建教他去了啦 礼貌性拜皇 他因为生意交际上的需要 那拜皇的时候 那里面的委员说 啊 还有一桌没有人吃呢 我打包让你带回去啦 啊不要啦不要啦 我们家不吃那个东西啦 啊不啦 这个就是多的啦 没有人动过啦 拜过而已啦 没要紧啦 啊 我们就都你吃白的啊 啊就打包让他带回去 那带回去 他也没有跟他太太说 这个是没有人动过的 他们太太说 没台没日子 人家吃过的 送菜送饭 你要打包回来 就倒就要搞笑 哇糟糕了 今天晚上道给狗叔 明天早上 叶先生要找这一只 亲爱的狼犬伙伴 早上去散步跑步的时候 那一只狼狗 两脚 躲在那里干一干一叫 怎么会这样 他没有想到这个 他说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就请寿衣来看 寿衣来看 哇 人啊感冒老师 身体不好 买国安三 跟感冒糖精二十块来吃 狗子花三千块 实在好狗命 我们上下 实在好狗命 狗比人更好命 花三千块来煮虾 又拿药给他吃 那隔了两天 哇 这个狗恢复健康 健壮了 他想说 奇怪 这个狗平常都很好 怎么会这样 他就在那边想 他问太太说 我那天从庙里面 拿回来的东西 你拿去哪里 他说就给狗吃啊 剩菜剩饭 我们也不吃 就给狗吃啊 那是拜过的啊 那拜过是怎么 哎呀 高先生跟我讲说 拜过的不要给这只狗吃啊 他想说真的吃的就这样子吗 所以再来 他就真的实验了 特别去庙里面 拿祭拜过的东西 回来 又喂这只狗犬 第二天早上是来 就这样 所以他很好奇 这个宗教怎么这么奇怪 所以后来他跑到台南教会去木道 为什么 因为他那只狗子 不能吃削肉的东西 真奇怪 怎么会这样 那后来教会的 这个传道 有跟他翻了一段圣经 是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的这个二十节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神说 这个外邦人 他们祭拜是拜鬼啊 你不要去吃鬼的宴席啊 二十一节 接下来二十二十一 所以我们的神说 这个叫分别为圣啊 一边一国 你不要吃了神的宴席 又去吃了鬼的宴席啊 那二十一节 说我们不要惹神的愤怒啊 那这个叶先生 他们一家人 是从这个管道 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来木道 然后呢 成为我们教会的信徒 这个是很奇妙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南部地区的 某一间教会 那么这一位 这一位这个木道者 来我们教会 木道查考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就在我们的教会 也接受洗礼 那当时带领他的船到 常常去他的家里面 那么他家呢 他经营的一个副业 就是他养了很多鸽子 那这些鸽子呢 不是比赛要用的 是供应给餐厅 当成一道 这个佳肴美味 那他这个鸽子呢 不是去抓小鸽子 回来养 是母鸽下蛋自己浮化 那养大之后 当成肉鸽 卖到这个餐厅 那当成是一个 餐桌上的一个料理 那鸽子下蛋 有他的季节性 所以当那个下蛋的季节性 来的时候呢 他会很忙 每天早上都要去剪鸽子 但很小啊 一剪都是几百颗啊 因为他养了很多啊 那他曾经带传道去 他的歌寮啦 歌社去参观过 那传道这样 看一看看一看之后 哇 就是说 这个好像副业也不错啊 所以就为他祝福啦 这个 但念天上的神 能够祝福你 让你能够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业 得到经济上的富足 那现在他终于 让我们真意 就是要接受洗礼了 那接受洗礼之前 当然就是 除偶像吗 把家里面的偶像跟偶像 祭拜相关的这些用具 全部都把它拿干净 但是只有一个 他不愿意拿 哪一个 百姓的 百祭物的那一张桌子 因为那是檀木 非常好 非常香 但是祭拜偶像的时候 他就是用这一张桌子 百祭物 然后祭拜偶像 他说这个 这个应当没有关系吧 这个也不是偶像 是我放东西的一个桌子 这个也有他的市场行情 Hinoki的蛮贵的 我花了不少钱买的 这个不要 不要你要拿去哪里 我拿去割了 就放钩子的塑料就好了 很奇怪 多奇怪 自从他用那张桌子 去放钩子的塑料之后 那等到钩子下蛋的季节 钩子不下蛋 一颗蛋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会这样 那是不是时间 或者是什么气候变化 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我家养的这些肉钩 全部都不下蛋了 那他就向神祷告 神啊你帮助我 这个是我主要的一个 经济来源的收入 蛮重要的 在我的家庭里面 蛮重要的 是不是让他能够下蛋 祷告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 那有一天安息日 他到教会去的时候 那么就跟团道 谈起了这件事 那团道就跟他讲说 我们基督徒 是全方位圣洁的 当时除了像我跟你讲说 那张桌子要拿掉 眼睛不要顾惜 那你不愿意 传道跟他讲说 不圣洁的 祭拜过的东西 有他的污染性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跟你接触 你不会更健康 那如果我生病 我跟你接触 你会被我传染 那污秽就是这样 哈盖书 第二章就是讲这个道理 圣洁不会传递 但是污秽有传染性 这个我们的神都不喜悦 所以拿掉了 那后来这位弟兄 他说那传道这样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那好 我们今天去王会之后 就请你到我家 然后就请你把他 泡皱茶 放火烧掉 除恶物尽 追求圣洁 那那一天就处理好了 那处理好的之后 一起祷告 第二天早上 他去割舍 差不多下三倍蛋的量 聚到民众外 神就一次让他的割子 该下的蛋 一次就赏识给他 没有减少 只因为他追求圣洁 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见证 我们要了解 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整个生活 甚至在得救的道路上 我们在奔跑的时候 那我们的神他期待的 用一个语言的角度 说神的选民 他们在语言上是没有谎话 是没有瑕疵的 找不出任何灵性上的污点的 那就是圣洁了 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 什么都要圣洁 从脑袋的思想 心思意念 眼睛所看的 嘴巴所说的 耳朵所听的 我们圣经都有真理规范 那是全方位的圣洁 所所做的脚 所走的路 全部都要圣洁 不是哪一件事情才需要圣洁 哪一件事情不需要圣洁 是全方位圣洁 那分别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最后来看这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 从十六节 我们可以从十四节 往下读 读到十九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 十四节 耶稣说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十四五节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二则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十九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 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从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这样说 基督徒是怎么样 是进入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叫入宿 不属宿 基督徒是要超越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离不开这个世界 叫超宿 而不离宿 我们从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抓到 基督徒 基督徒是入宿的 那你虽然入宿 你不要 你不要属这个世界 不属这个世界的 基督徒 基督徒要超越这个世界 问题是 超越我们就离不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是超宿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离宿 那中间的分别 就是神的真理 因为真理能够让我们成圣 所以我们很期待 大家对这本圣经 真理的熟悉度 应当要多研读它 那么什么事情 先透过真理的思考判断 然后我们才衡量 可做吗 该做吗 能做吗 然后让我们整个生活 无论什么角度 都有神圣洁的荣耀 与我们同在 那圣洁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圣洁才能够见神的面 就是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 一个得救者 那么他要具备的一个属灵的特殊 就是全方位的圣洁 谢谢主席小弟 在这次的讲期会当中 那么就用这一段经文 跟大家一起分享 期待我们都能够列入在 14万4千人得救的行列里面 那么将来世界路程走完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得蒙神 打开双手 迎接我们进入属灵的国度里面 一起来唱赞美诗223首 'll see you in the script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